防疫跟蘇利文都是 两国的二号人物 所以坦白讲这个秘密的 一个见面 这新闻这样突然爆出来 大家都意料之外 因为保密到家 而且一次见面就谈了 听说是八个到十个小时 所以应该是 而且双方用的语言都说是 坦率的 具有建设性的谈话 美方你可以看到 他直接把乌克兰写出来了 这个是第一次 在英文的媒体里面 美中接触 然后说是在谈乌克兰 这是第一次 美国为什么会这么急切 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基本上是 早眼于明年要大选 基本上美国的美债跟金融稳定 有求于中国 那欧乌战争也必须要跟中国 联手才能化解 所以拜登无论如何 不能让欧乌战争拖到明年 你看到